LV三公子封马秀前陪Lisa买包,两人互动影争议 Lisa令人心疼 29日,万众瞩目的Lisa封马秀首秀终于落幕 不少前线观众分享了细节 表示Lisa虽然脱衣六次,但其他舞女郎露着上身 她却穿着比基尼,尺度和演唱会差不多 算不上太大胆 从大合影中也能看出 Lisa戴着粉色假发已靠在柱子上喜笑颜开 身上穿着比基尼虽然火辣 但和其他只能用手捂着重要部位的女郎比起来 还是狠狠保守的 Lisa此次封马秀之旅,无疑让封马秀名声大噪 也让她和LV三公子的感情更进一步 很多人都猜想Lisa是否能因此嫁入豪门 毕竟这次Lisa首秀 LV三公子可是带着全家来捧场观众称 LV全家都在场 三公子更是全程姨母校 不过在封马秀前有网友偶遇三公子陪Lisa买包 两人互动引争议 Lisa令人心疼 9月28日晚 一位IP地址在法国的网友 称Lisa在LV三公子的陪同下买了捞包包 网友称Lisa在三太子的陪同下去了巴黎著名商场Laba March 这个商场是LVMH集团下商场 网友称Lisa左右各拿了一只捞 最后他买了黑色的那只重点是是他自己付的款 仔细Lisa打扮时髦靓丽 穿着Slim最新刺绣款上衣 背着Slim包包 却拎着两个落 实在有些违和 他拎着包包站在店门口 似乎在寻找LV三太子的身影 事实上 三太子确实陪同在Lisa旁边 偶遇者十分笃定 偶遇者称LV三太子带着保安一起去了 对于其他网友的质疑 偶遇者称 不只捞店员 一大票店员都知道了 你可以选择不信 偶遇者还透露 Lisa和LV三太子没有亲密的举止 就是正常的购物 看不出是朋友 还是超越朋友 对此 网友纷纷表示心疼Lisa 称 三公子不愧是生意人 一不给女朋友掏钱 二让女朋友花钱买自家产业的包 事实上 Lisa和三太子的感情一直扑朔迷离 有人说三太子早就有了正牌女友 对方还是一位高材生 花主称 LV三公子有一位盖章认证的正牌女友 她和三公子相识于两年前 两人经常连体出席活动 女方是理工学霸 现在是模特和博主 从照片来看 LV三公子的女友颜值身材都不输Lisa 可另一边 很多人又觉得Lisa和LV三公子在恋爱 今年5月 Lisa和LV三公子一起出席活动 两人紧挨着彼此 一个高攀发际如公主 一个西装领结如王子 被指是王子公主照进了现实 当时便有不少网友感慨 三公子的爱太明显了 还有瓜主称 Lisa和三公子已经到了见家长的地步 以好事将近 之后网友又扒出两人很多暧昧迹象 如七夕节 三公子给Lisa的ins点赞 三公子罕见戴上了粉色手表等 可如今看来 Lisa买包都是自己套腰包 网友自然十分心疼Lisa 当然也有人表示 不管两人是什么关系 Lisa自己付钱买包都很正常 风马秀已然开启 Lisa走向国际已是必然 还是对她少一些挑剔 多一些祝福吧 MING PAO CANADA